在翁失马 焉知非福 有舍才有德 不要受缺陷的拖累 我们做人不要总是盯着自己的缺点抱怨 我这个人怎么回事 或者总是讲别人 这个人怎么总有毛病 对自己的优点和对别人的优点总是看不见 甚至吹毛求刺 让自己忧郁 记住了但忘别人的缺点 你才能记住别人的优点 很多人忘记了自己妻子的优点 就慢慢的天天看到他的缺点 有的人天天看到了先生的缺点 就忘记了先生的优点 所以要好好的改变 多看别人的优点 少看别人的缺点 你的心才是阳光 我实在练乱人的生命昶 你也没想到问题 感谢观看